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美姐美食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是干锅土豆 干锅土豆大家都知道 土豆是油炸的 今天我介绍的是不用炸 土豆,青红椒,玉木耳 我是为了配颜色 佐料是盐,糖,香辣酱,生抽,葱,姜 这还有一些蒜蛋 把土豆切成片 切成稍后一点的片 土豆处理完了 放在水里浸泡一下 把它放进去 觉得差不多了 而且又有形,也有点面香的味儿 就把它捞出 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现在我们就开火 用的是碧米油 先放葱蒜 蒜和姜 这个青椒里边要有点味儿 我有时候放点 先放点油 放上刚才的土豆 香辣椒 香辣酱 这香辣酱呢 其实挺好用的 我就买的是 在超市里买的 就是 香辣鱼 或者香辣蟹 它的佐料 我拿来直接用 好 烘的 蒸蒜 好 蒸蒜 好 放点糖 酱的味儿呢 就好 好一点 好 现在可以出锅了 香又辣的干锅土豆做好了